坐落于南港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成立刚满周年 中研院顶尖人才 不仅只在学术殿堂买手研究 这次跳出来与经济部 卫福部以及科技部同力合作 带领台湾生技产业链起飞 担负起台湾新药研发的重任 建立一座生技方程式 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我们来建立一个叫做 生技方程式 TOPIA 各不会齐心替生技业打造 理想国度 卫福部食药署进驻园区 就近提供法规咨询 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 也为科学家汇集了 庞大的生物检体与果人健康资讯 科技部的实验动物中心 更直接提供临床前的动物资源 药物商品化中心在这边 那这个所谓TFDA就在隔壁 我们希望把它做成 一条龙一战式的一个架构 当然各种昂贵设备也没有少 例如MRI核磁共振仪 或是利用超低温存放样本的 大型液态氮容器 各种研发新药的设备 以应俱全 未来园区内的新药研发重点 是抗体药 因为2018年国际上前十大热销药物 抗体药就占了七个 而且产值占比达到74% 十个里面 Top10里面七个都是抗体药物 一个疫苗也是属于蛋白质药物 只有两个小分子药物 而且目前只有77个抗体药物而已 所以未来还有很大很大的 商机跟机会 目前园区内也已经展现 研发成果 尤其糖分子技术与抗体药物的结合 更是让中研院充满期待 人体的那个细胞上面 都有一些糖的修饰在上面 抗体药物没有认识这个糖机 然后就想说拿去吃药 发觉没什么效 结果加了糖机之后 不一样 我们糖的这个研究研发能量 再加上我们的抗体药物的这个部分 会是台湾很特别的量 台湾拥有坚强研发实力 也找出了商机 但研发完成以后 最缺乏的还是国际销售管道 我们在世界上 没有一家大药厂 小药厂都没有 你开发出来的东西 怎么样子可以卖到国际上 这个是蛮欠缺的 为了解决痛点 中研院正寻找国际大药厂 来台设立研发中心 目前包括日本的日历 美国的安静 还有瑞士的诺华 都正在与中研院讨论合作 一旦大厂进驻 不只能协助台湾新药行销全球 还能加深国际人才交流 行销方面他们可以帮我们 把我们的人才带到国际上 接受国际的训练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面向 除了他在这边办一些课程 或者是训练营等等 让我们更了解以外 将来也有一些 我们这边的人 也可以到他的公司 如果有合作的方法 那就更好 为了激发源源不绝的创意 园区内也成立创服育成中心 出租办公室给新创团队 持续向台湾生技健兵招手 目前已经有免疫工坊 药华以及糖基生医等团队进驻 因为我一个想法是台湾生技公司 我们不一定马上要有一间大药厂 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很多 中小型的公司 台湾最能干的就是中小企业这一类的 我一直在想像Santiago一样 Santiago那边可能有两三百家小公司 一家公司聘五个人到一百个人 舒适的沙发 居家式的装潢 园区内更设置开放式的脑力激荡 讨论空间 在舒适的环境激发神级人才 互相交流 当你公司技术的机密啊什么那些 你不会去讲 但是在这边讨论的时候 有很多的新的idea 大家可以交流 因为不一样的专业啦 不一样的训练啦等等 有些经验大家可以共享 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与中研院 避临而居 山丘的另一头 2022年还会有南港生技聚落大楼落成 形成一条生技产业狼带 周遭交通遍地 有三铁共购的南港车站 相隔不远处 还有南港展览馆捷运站 让生技园区得意居间串联北中南 生技聚落 发展产业的同时 中研院也没有忘记要与生态共存 从园区大楼远眺 另入眼帘的是绿意昂然的生态池 园区动工之初选择缩小腹地 保留多数自然环境 让台湾生技产与生态环境一同茁壮 与用线获获升级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